美学 柯文哲虽然晚上不断地开直播 不断地做解释 可是大家都没有听到 大家心中的疑惑 这两天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就是以前的台北市政府的 副秘书长林玉宏 现在是台中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那个关键性的会议就是 元大到底有没有下午来开那个会 那个下午的会到底有没有谈北市科 元大坚持我只有开下午4点 没有开下午2点的 这个东西就有人造假 而中间关键的人物 林玉宏你是主持人 你是主持人 你居然没有签名 那你又讲说 我主持的委居会签名 那不代表说这个会议是假的吗 今天大家继续追问 这一句追问的时候 他怎么都不肯回答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有没有主持 你有没有签名 一翻两对眼的事情 他居然打都不敢打 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我觉得妙了 彭正森 本来一本就讲嘛 现在三大案 现在变四大案 四大案里面 柯文哲都是列为所谓的 贪污制队条例里面的被告 现在居然又加了一个人了 加了副市长彭正森了 我刚才讲那个重点 因为这两件事情 看似毫无相关 其实是完美的一个对照组织 完全具有关联性 请问一下包括林玉宏 他作为一个副秘书长 他在北四科当中扮演的角色 是不是至关重要 当然是至关重要 为什么 因为email是他寄出的 而且最有问题 很有可能涉及 卫照文书 甚至一路往上烧 包括了贪污制队条例的 这两份关键文件 他应该是会议组织人 但他当中却把这个名字给空白了 但有趣的是什么 为什么林玉宏 这个小红富蜜 昨天讲 今天却死都不敢讲 不敢碰了 他很聪明 因为为什么 我先给各位讲他的背景 他是公务员二代 以前他老爸叫做林铁国 就是什么 胡志强时期的大帐法 所以你看他是从小尔鲁马 他很清楚一条法律上的边际 就是 这条线 我如果踩了 我会不会变成同政生 而这条线 我如果闪过了 我搞不好 还可以功成身退 一推三不管 打太急 把他往别人身上推 所以你看他说 我如果主持的会议 我一定会签名 把这个反面谈的叫做什么 我没有主持的会议 我当然不会签名 而且关键是在哪里 他的爸爸 你讲是帐篷 我觉得还不够精准 他爸爸是总务 总务管的是 上穷壁落下皇权 整个市政府 大大小小的发包 什么都是总务在管的 所以总务对于这个 红线 怎么样不要违法 怎么样不要这个惹祸上身 他爸爸是最懂的 对 宝人哥没错 他就是讲到细节 讲到美感 他很知道这个边边角角 所以我跟各位保证 这个说你小红富民 虽然讲这句话 有两个目的 第一 他很清楚 我讲这句话 至少可以让我谢责 让我至少 以罪自己的清白之声 第二 我可以把这个锅甩向谁 甩下这个上面 签名到其他的人嘛 甩到柯文哲身上嘛 所以他这个甩完之后 宝人他做什么都做 高歌离喜 今天你不管怎么问他 都跳声一句话 我严守奋气 我严守奋气 奇怪了 林玉宏小红富民 昨天你就不是台中市的富民书长了吗 昨天你也是啊 今天你怎么突然就严守奋气了 那你昨天不守奋气 那不是 是因为他当他看到 各位 今天你看到 万大雨果是彩这个案件 这个是第四大案 但这个第四大案 它的特别增结点在哪里 因为以前我们讲的前三大案 所有的检调 包括北检的黑金素餐专组 只讲一个人 柯文哲 只讲柯文哲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彭震生 也列为同案被告 所以很显恶意见的嘛 彭震生难道只涉及到 雨果市场这个案子吗 不是哦 他作为都委会的角色 他作为副市长的角色 他作为开会议的角色 请问一下 金华城他会不会可能也有份 台志光他会不会也有参与 对不对 北市科这个案件更不用谈 所以检调是利用彭震生 这个人要打出一个大破口嘛 这个大破口请问一下 抓到了彭震生 如果说他承认其中任何一条罪行 会不会骗地开 因为之前没有人在讨论彭震生 但你讲 如果彭震生有问题 那金华城问题更大 他金华城还是都市 都市发展会 沈玉的那个委员 是主席 结果金华城没有逗他 到了这个案子 居然把他列为贪污治罪条例的 图利罪的被告 然后呢 自由时报 刚刚讲 自由时报跟我们现在的执政的关系 当然非常好 他们一定闻到了一些讯息 他居然把这件事情 放到头版头来 对保里哥没有错 这个头版头呢 会是最后一个 最后致命的一根稻草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第一 当他放到头版头的时候 然后把彭震生 例为被告的时候 他象征一个概念 请问一下 他的标的真的是彭震生吗 当然不是啊 但是彭震生可以借以杀到哪一个人 柯文哲 杀到柯文哲嘛 所以他表面上是打彭震生 是要把彭震生当做一个破口 往柯文哲身上发弹 在第二件事情 请问自由时报 他代表的是谁的意志 对不对 他今天就算赖清德总统 就算我们的法务长 郑明谦 没有去施力 而这个东西也叫什么 表忠诚嘛 等于说我已经向你施打 我已经掌握到你的战略接受 未来我们所有的目标地 就是要所向这些发展 而且 他们有没有先动柯文哲 没有 而是从下面的人开始一个一个抓 就像你要击破高宏安 你绝对不是对着高宏安猛打 而是找谁 小兔 小兔主任 窝里反最可怕 一个一个助理刷出来 所以好 今天找到一个彭震生 彭震生会不会开始反 不知道 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林玉宏 林玉宏已经开始跟着反了 那我跟各位讲 接下来里面还有哪多少人 包括我们讲的许建辉 包括我们讲的一个小文记录 包括我们讲的这些人等 只要他们一并翻船 就可以把柯文哲吓破胆 好 主位 那今天 非常特别是 彭震生以前当然知道很多案子 是他在处理在负责 可是这个案子 居然直接帮他列为被告 所以现在有两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一个是林玉宏 你到底有没有签名 你到底有没有主持 那个会议到底是不是虚伪造假 第二个就是 彭震生在这里面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居然要被列为被告了 我先讲这个林玉宏这个角色好了 我觉得市府的基层公务员真的很可怜 他们都比这些政务官要有gots 坦白说我在市府里面已经问过一轮 当天其他有参加会议的这些公务员 包括科长 包括记录 包括公务员 他们都非常斩钉截铁的负责任说 有就是有开会 就是两点 就是谈北市 原大有去开会 对 好 基层的公务员都愿意出来扛了 我就不清楚林玉宏为什么到现在还这边 没有签名不签名不讲 然后连说自己有没有开这句话都不敢说 他就讲一句话说 有 我跟我的同仁有开这场会 这句话不敢说 这句话有什么不敢说呢 如果就是因为他这种态度 才会让人家觉得有鬼嘛 他身为副秘书长 以前台北市的副秘书长 现在台中市的副秘书长 如果他都是这种态度的话 现在台中市跟着他的公务员心里也会怕 以后公务员一定追着他 扶名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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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要不然哪一天又像台北一样被卖了呢 对不对 到现在他连一句说 有这一场会我有开 他都不说 然后再讲到就是 彭正生的角色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雨果市场又跟他有关系了 柯文哲曾经说过彭正生这个人很好用 多好用 我告诉大家 在雨果市场这个案子在招标的时候 彭正生不是副市长 他是公务局局长 然后这个案子就是由公务局代办招标的 也就是他虽然是市场处的案子 可是市场处不会盖这么大的菜市场 所以就交由公务局去招标 这个减项发包的决定 是由他跟这个顾问公司讨论完以后 然后跟柯市长开版定案的 当时我看过 亚新工程提供给他们的建议案 有几个建议案 减一层减两层减三层 我后来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减一层就可以标出去了 就符合预算以内了 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 减最多层 然后未来也要追加最多的方案的 我就一直问这个问题 就是减一层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要用减最多 然后未来追加最多的方案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我得不到答案啊 彭震生要出来啊 最近记者跟我讲说 包括市府跟我讲说 完全三天联系不到彭震生 找不到人 对 因为我们要约谈他 也没有办法约谈到他 你说市议会的所谓的专案小组 现在要找彭震生找不到 因为金华城他也是关键的人物啊 我现在我们的月券一直在往前推嘛 礼拜一是第一次 然后再次说有七大册嘛 那每一大册大概都有五六百页 然后我们一直在往前推 我说了从3月17号 柯文哲收到陈情信开始 到5月21号 765第一次都委会会议 就是因为柯文哲交办了嘛 然后交办以后 都发局签诚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送到都委会去讨论 好啦就为了这个陈情信 第一次开都委会 就是5月21号 765次的都委会 他主持的 然后都委会的成员也一样说 不是在行政诉讼吗 一样讲这样子哦 然后说我们又不是法院 我们凭什么去决定对跟错 我们没有权利去推翻 107年的都委会决议啊 我们没有权利去说什么 他说有公道 我们就要还他公道 都委会的成员都这样说哦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都委会的成员说 6月18号行政法院就要最后一次宣判啊 就要最后一次开庭啊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案子 结果彭震生 好像耳聋一样 没有听到这些委员的声音 直接拍板定案说 我们帮他组一个专家小组 指定上一次我提到的 白人德为召集人 然后所以才会有后面再往下开 所以你说以前柯文哲讲过 他彭震是很好用 对啊 他的耳朵可以适当的听不见哦 反对的声音 他说都委会是共事决 是啊 那都委会的成员都告诉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会等等等等 结果他像没听到样 然后直接才是说 金华城这个案子很复杂 因为拖了很久的时间 那我们请白人德教授组成一个专家小组会议 我们先做讨论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结论为什么都跟前面的专家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是没有听到人家的反对意见吗 好啦 那等到白人德6月20 召开专家会议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昨天我们有聊过 四个出席的 有三个都说 不是在行政诉讼吗 为什么 因为6月18号最后一次开庭 那些学者都知道 就觉得说 最后一次开庭了 那离宣判日也不久了 为什么 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干嘛 我们坐在这边干嘛 结果白人德又好像没听到 这些委员的声音 又继续开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过程 都充满了奇幻跟奥妙 现在除了柯文哲之外 关键人物一个人越来越多了 现在林玉宏 我也不懂是说 你有签名没签名 你有没有开会没开会 你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 就死都不肯讲 第二个就是讲说 今天自由时报的头摆头 我们昨天其实都知道了 今天因为这个果菜市场的事情 竟然把彭震生 列为被告了 阿伯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 那现在就四个案子嘛 对不对 金华城 北市科 台志光 再加三个雨果商 就四个嘛 出四个大麻烦嘛 所以现在就 事情大条了嘛 四个东西都很麻烦 观众朋友 我常常跟大家讲 中央民国无罪推定 起诉 就是说分案调查 这个被告 然后变政治 之后被起诉 一审还有二审 还很久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啊 他是党主席 他是要选2028的 他不断在消耗中 保贼哥你知道吗 今天是礼拜三 礼拜一晚上 看到黄国昌开直播 他生气讲说 搞什么东西 讲完以后两分钟不讲话 我有去看 没讲话哦 他拿一根冲在那边生气 不讲话两分钟 同上人数三万六 三万六千年 看到黄国昌生气不讲话 看他生气三万人 三万六 三万六 已经比拖椅子还高了 所以黄国昌现在目前的声量 跟他的那个爆发力 就已经抢过柯文哲嘛 第二个 因为柯文哲 我从他开始要进政坛 一路这样看过来 MG149 我记不记得 MG149 他把他的单据 整个竞争总部墙壁全部贴满满 当然后来有人说 看不清楚 可他意思就是 我直球对决啊 什么东西我就开棋者会 现在柯文哲刚刚刚在讲 他有影片在跟大家做说明 可是也太晚了 把这个已经讲多久了 你第一天就应该讲说 我什么精神不管 直接开直播QA 任何人都来 不管是哪一个媒体的进来 你有问我就回答你 今天讲完以后大家都闭嘴 没事了嘛 就他这样过了一两个月 没有讲清楚啊 我刚刚已经前提讲了 无罪推替 但是在政治上面 因为案情是这样 刚刚宝洁哥讲到林玉宏 他今天到底有没有开那个会 是两点还是四点 一件事情讲完了 不就不用讨论第二天了吗 这个话题讲一个月了吧 到底那个原道人寿的人 是几点来的 人家不是有发声明 但是他还有三个人啊 他现场还有很多 你知道吗 市府的官员也都在 所以讲完案市府 记者有去问 讲完案市府讲说 因为检掉来要资料了 所以相关的东西 我们基本上就不愿意多讲 我们政风处有调查 但如果 如果真的 没有开那个会议的话 或是说 如果真的有任何一方说谎的话 我想市府的员工 不会有个公务人员 傻傻的去讲 讲完话的 那现在林玉宏的问题是什么 他跑到台中市去了 他说我不是台北市 政府的这个 对不对 的公务人员 请手奋进 那个会议进入上 你是主持人啊 所以当时他们到底 原大人寿有没有来 有没有谈北市科 有没有建议拆标 有没有 这个就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那现在目前讲不清楚 那所以我的问题是说 今天柯文哲 案情的部分交给当事人 有经手的 议员 议员了解之交更多嘛 然后呢 司法负责去调查这个案子 有罪无罪 那我在看的是政治上面的攻防 519那个活动到底是谁要办的 看起来是黄国昌主战派 他把人介入权 是黄国昌要办的 所以你知道 大家网路上就要传一个梗 就那一天大家在那边讲话的时候 一个人轮流讲话 那柯文哲就这个画面 柯文哲就 我是这样讲 这个口号无法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那个 好那就把那个交给黄国昌 黄国昌说好 我们来口号 对就网路上变这个画面 但我不知道 我要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接续 大家在讲说 柯文哲才讲说 韩口号没有用 就这个影片 这网路上这个端音很多 我想韩口号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结果呢 后续 那黄国昌就这个韩口号 好 那把这个现在就要看519了 因为519那一天 我觉得人可能不会太少 因为黄国昌那一天已经生气了嘛 那天直播有去看三万六 他号召全台湾所有的人 可是问题是 黄国昌号召的 对所以现在来的到底是 柯粉还是小草粉还是葱粉 现在混杂在一起了 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当黄国昌他的力量 跟他的那个怎么主导 你都比柯文哲抢的时候很麻烦 为什么吧 杰哥 先前两次 在立法院表决 一个是电价动场 一个是电业法 都没有八位到啊 一个是这个林国成 跟这个曼玉正没到 另外一次是 黄珊珊跟吴春城没到 那柯文哲又传出说 他在5月6号 今天是5月10几号了嘛 5月6号讲说 我们不需要团进团出 昨天赖清德还在讲 希望立法院能够更积极一点 因为立委党团 民进党一直输 他要怎么样能够不输 民进党他要怎么样能够不输 把白拉过来 对如果民众党有票 跑去跟民进党合作 就会不输 所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519的游行 以及520赖清德这种 上来以后的立法院 会不会真的民众党 就不再是八票跟着 国民党 这个是个关键的观察点 如果到时候 这八票会不会不再 跟着黄国昌了 对因为如果说黄国昌 没有办法找到八票的话 那你要知道 因为韩国瑜基本上不投票 很多案子 那加上有时候 这边可能少两个人 没有进来或怎么样的时候 那个票数就会更接近 以后520以后 因为520之前 民进党可以连输20次嘛 今天礼拜三 礼拜五还要再表决 那520之后呢 520之后 要看看民众党这八节的投票 是不是还依旧团进团出 全方位抱内幕话题不涉险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